孩子们爱吃的菜安排起来 这寒假一放啊 头都大了 感觉自己一日三餐都围着他们转 还好看他们都吃得欢 准备了两斤排骨 还有十块钱的鸪鸳蛋 我们先把这个排骨拿去处理一下 把排骨放到大盆中 今天这个排骨我们是不焯水的 所以要把它的血水给泡出来 加上一小勺的盐 再加两勺的淀粉 倒点清水进去 我们把它的血水给它泡出来 先给它抓拌一下 装一点温水 我们先把这鸪鸳蛋给它洗一下 加点盐进去 把它那个便便了 抓干净了 搓洗干净后我们把水倒掉 再用清水给它冲一冲 把那些脏东西给它冲掉 洗好的鸪鸳蛋 把它放到锅中给它煮熟 等一下我们要给它去口 把锅盖盖上大火烧开后 转中火给它煮五分钟 煮蛋的时间我们来准备点葱姜 这个葱只取它的葱白就可以了 姜片多来一点 这鸳鸳蛋已经煮熟了 把火关掉 煮熟的蛋我们把它倒出来 先给它转一转 把那个蛋壳给它转破 这个蛋壳要给它转破了 等一下才好剥皮 用清水给它冲一下 转破后我们就可以上手给它剥皮的 很好剥是不是 这个方法都是一位网友教我的 以前我剥鸳鸳蛋像狗咬的一样 剥好的鸳鸳蛋先放一边备用 鸳鸳蛋处理好 这排骨中的血水都已经泡出来了 我们给它冲洗几遍 把它冲干净 冲好后我们记得把它的水分给挤干 大家最好是拿厨房用紙把它吸干一些 铁锅烧热给它淋点油 先把锅给它熨一下 熨好锅后我们先把排骨倒进去 把这排骨给它煎一煎 朋友们记住了 我们煎排骨的时候 要用大火来给它煎制 不要让它的水分给流失了 一面煎制金黄后就可以给它反面了 我们的排骨不焯水呢 可以最大程度上保留它的鲜味 放好面后我们给它0.6指去腥 两面煎差不多了 把这个葱和姜放进去 另外来上少许的海鲜酱 加点海鲜酱味道更佳 把它翻炒均匀 这个酱香味我们要先把它自己炒出来 炒香后先把排骨给它倒出来 想要做出来的排骨更加有食欲 接下来我们炒点糖色 炒点白糖再加点清水 1比1的比例 接着给它淋上少许的油 满水到湖边 先用大火来给它炒 炒至它大泡转小泡之后 我们就要把火力调到最小了 用小火慢慢来给它炒 差不多了 颜色已经变深了 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了 把它炒至琥珀色就可以了 好 这个程度完美了 现在我们往里面给它加点开水进去 把它稀释好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糖色了 非常的漂亮 煎好的排骨我们把它倒进去 再加入多一点的开水 在碗里面调少许的生抽 再来适量的盐 把锅盖盖上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 给它焖煮50分钟 排骨焖上后 接着我们来处理这个鹌鹑蛋 给它盛上少许的老抽 拌一拌 让它上点色 拎取一个锅 我们往里面倒点油 我们把这个鹌鹑蛋 给它煎炒一下 把它煎出腐皮 家里油多的朋友 直接给它炸就可以了 油少的情况下 我们要不停的给它翻动 这腐皮已经上来了 表面非常的金黄 就可以了 煎出腐皮后 我们把它倒出来 放一边备用 把那些油给它控一下 50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排骨也已经脱骨了 现在我们把火调大 把鹌鹑蛋加进去 这鹌鹑蛋下去之后 给它焖上几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下的太早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姜片给它夹掉 这汁水越收越浓 我们的菜品就越来越好看了 是不是 非常的红亮 好 收浓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这份排骨焖鸊鸊蛋就做好了 脱骨软烂 色轴红亮 吃菜上桌 孩子们饭都要比平时多吃一半了 家里有小孩的 一定要试着给他们做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